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今天要來我們現場PK的這對夫妻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瘋了 我今天來到現場 我彷彿覺得自己走錯了攝影棚 而這對夫妻現在在我旁邊 一直做一些怪裡怪性的動作 我們趕快 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想要怎麼樣 我們趕快來歡迎阿伯還有小可 嗨 大家好 你在幹嘛啦 我不是小可 我是人見人愛的小小兵 好煩 你怎麼給我停止啊 我今天就算我沒有穿偶裝 他也贏不了我的 他其實沒有要這樣打扮 他是這樣打扮嗎 他是出門的時候跟我講說 他要穿跟我一樣 問題是他都已經穿偶裝穿成這樣 我一定要配合一下 可是你是男人 你應該有點羞恥心吧 我是男人 所以我已經穿豹紋了 而且現在 我已經盡量 B.A.D的P 對啊 穿成這樣 他是B.A.D的BAN 對啊 這樣也可以P.A.P對不對 對 天啊 怎麼可以沒有羞恥性到這種程度 而且重點是 你那一件到底是什麼 對 你就爆啊 什麼樣的爆 他說你那次是十斑吧 十斑 那個十斑 十斑 十斑啊 十斑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你這真的很不適合你 真的嗎 因為我覺得小可弄這樣 因為我剛剛看到他我完全不依我 因為他每次來都怪裡怪氣 可是你今天你可以靠廚藝 你為什麼一定要淪落 淪落跟他一樣 對 自甘多人 你們這次的夫妻到底到底怎樣 有一種輸不得的壓力 為什麼 對 因為這個 這事關於我們回家之後的 會嗎 對 不過就是一場比賽 沒有… 這樣我們都有一個 自從我們都打敗共同目標 你是說 還要再戳一次 你是說蔣偉文嗎 還要再戳一次 我是說他們兩個都打敗蔣偉文 他們一直拿出來說嘴說 蔣偉文都可以出出秀西郎 很開心 你知道那個 對 就是跟你出了一本食譜 然後你的排行榜超越負賠美 是一樣道理 你知道嗎 因為蔣偉文很厲害 但是運氣很重要 我在這個地方 完全就是靠運氣 真的嗎 我沒有在靠實力 有什麼老婆 老婆應該怕我靠運氣的一個 但我不得不說 因為Ben上次來 然後他打敗Jacko哥的那一次 我真的有對他大開眼界 我覺得說他真的是會做菜的 那你為什麼不讓他進廚房 為什麼不讓他進廚房 就是你在做的時候 為什麼不讓我們在旁邊看 因為他會唸 他會說 這為什麼不多加一點 你就靠感覺 你沒有感覺嗎 他每次都要量得很精準 你知道嗎 那男人做菜都是那種 就是一個抓一個手感這樣子 對 他真的是比較會做菜的 假設今天 如果小可你輸了 你怎麼辦 我就會往 你別在在乎廚藝的啦 你不要在專研廚藝就對了 你要看兒童藝收不收你好不好 但是 菲 如果你真的覺得你今天有 應該是一定會 贏你老婆的情況之下 你為什麼 你是不是心裡有一點點 覺得說有點不妙 一定有壓力 因為他每次來都會用這種奧布 要不然就是那邊巴結評審 有沒有 開錄前那邊跟小朋友 那邊玩來玩去這樣 所以想說也要討喜一下 至少造型上面要跟他 對 不相上下的感覺 我覺得你們巴結評審 就是我們今天的評審小孩 也就算 你們連自己的小孩都巴結 因為大家算最 你知道為什麼嗎 原因是因為我們小朋友 我們小朋友投完票之後 假設 因為四個小朋友 假設平手 以前都是以理要幫我們做最後決定 今天不是喔 因為他們 他們今天帶他們的兒子過來 待會兒呢 待會兒如果呢 你們平手他就要來投神聖的一票 那你們有什麼好巴結兒子的呢 那一票很重要 但我覺得這機會不太會發生 因為有可能是4比0 一面倒 一面倒像我這邊 一面倒 對… 天理 我相信天理 公道自在人心 OK… 我覺得這對夫妻是發瘋的 對 接下來我們就要介紹 當然我們今天這位師傅 也是會在我們節目當中 為大家示範好吃的料理 我們歡迎柯老大 柯俊平 謝謝 師傅… 師傅好… 師傅… 我真的是他們兩個師傅 師傅 真的是師傅 真的喔 對… 那誰做得比較好呢 師傅好好講師傅 師傅好好講 謝謝師傅 真的 那邊比他會做 他很會 對 他會做 但不一定會贏 對… 你都承認我會做對不對 沒有 現在有時候 我常看他們的Facebook 有時候去他們家版頭或什麼 都是這個人出手 真的喔 那小可在做些什麼事呢 小可在洗碗 洗洗碗 我備料 我很會備料 我超級會備料 沒有 因為做菜 做菜跟做甜點對不對 做菜就是要大氣一點 對 要憑感覺 然後就是 也不是說憑感覺 因為你要去嘗試那個味道 那你自己調味的話 自己對自己的東西有信心 所以你抓的調味都很準 我在教他們的時候 不要用什麼兩詞 嘴巴最準 對 我也是用嘴巴試 老實在說你都沒有在聽 我怕我嘴巴一次 一直試到後面都沒有東西 它最有名的菜是花雕雞 花雕雞 而且兩個人最厲害的是炒飯 然後花雕雞 它真的做得非常棒 比外面賣得還好吃 營養的部分 我們當然就要交給營養師 我們的劉怡霖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我今天被他們搞得快分 對啊 妳為什麼穿那麼正常 妳今天為什麼穿那麼正式 我們小叮噹 小叮噹 黃色 小叮噹 小叮噹 淑女裝 沒有 其實我們三個都正常 只有這兩個夫妻不正常 超詭異的 我們在走錯攝影棚 超不正常的 好 但我們今天主題是什麼 因為明天就是元宵節了 所以我們今天主題 當然就是湯圓 不過元宵節家家戶戶都吃湯圓 但之前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新聞就說了 竟然有不肖業者 把工業用的染劑拿來調成 譬如說我們有紅色湯圓 其他顏色的湯圓 竟然有這種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實驗 衛生局人員登門抽驗 從豐原之家家庭工廠的冷凍庫 帶回了傳統紅白湯圓 化驗捷舞出爐 馬上就帶著封條 把整冷凍櫃的湯圓給查封 因為他們違法添加工業級染料 現場一大鍋染好的紅湯圓團 還搜出業者用的染料 鹽激性桃紅筋竟然是工業級的 過度接觸會刺激人體的肺 喉嚨跟鼻子 吃下去恐怕傷害 腸胃黏膜 排出來的尿還會變紅 使用工業的染料來製作湯圓 那主要是賣給豐原地區的 一個市場散客 而且是工業級跟食品級的 一個添加物在交替來製作食用 請湯圓老店業者示範 他們用食用級染料 湯圓做出來顏色比較淺 但很自然 放久了顏色還會變淡 業者說要是改用工業級染料 亮度跟鮮艷度 馬上加分 但說穿了 賠錢生意沒人做 東西賣太便宜 就有風險 以往在抽驗面龜 瘦桃或者是湯圓 都曾經發現業者違法添加 讓食品是又亮又紅 褪色也慢 被查獲的違法張心業者表示 特定節日湯圓才做得多 每天生產100到200台金 大多賣到豐原地區的傳統市場 這下觸犯食安法 處七年以下圖刑 8000萬以下的法金 提醒消費者 討喜器也別選太鮮艷的 以免吃盡不該吃的 記者蔡小剛沾評頭 來跟報道 我覺得那些業者真的很要求 因為聽說食用色素 已經很便宜了對不對 這麼大一瓶 都不用到100塊 真的 一般我們在做那個湯圓 譬如說家裡面在做的話 其實你就是用那個筷子的筷尖 這樣再一滴上去 其實就全部都紅了 所以你如果要判別的話 就是不要選顏色太鮮艷 像我們吃那種紅白湯圓 要有點粉粉的那種感覺 如果你看到太亮的就不OK了 第一個原則上就不要太鮮艷 很多食物 譬如說 有時候我們吃什麼食物的話 其實你遇到氧化 都會變一些顏色 這是正常 反而那個是正常 但那顏色會醜 因為氧化以後顏色會醜 有的為了顏色好看 所以他就用那種持久性的東西 那就不好用了 好 但是明天元宵節 大家都要吃湯圓 但吃湯圓可不能吃多 伊莉要幫我們分析一下 湯圓是不是也有熱量的 湯圓其實大概分三種 一種是一般我們剛剛提到的 沒有包餡的紅白小湯圓這樣 通常這個拜拜也會用 就是那種紅白的 那它大概10顆左右 它就四分之一碗飯 所以其實這個算還可以接受 紅白因為如果 你一定要元宵節 你一定要吃湯圓 其實換算成米飯的話 10顆也大概四分之一碗而已 所以其實OK 但是再來包餡的甜湯圓 比如說裡面有那種 可是才不會懂什麼 芝麻麻麻的 然後現在還有抹茶的 抹茶的 抹茶賣到缺貨 抹茶不好缺貨 你們是不是吃太多甜了 有點躁 cave 其實像這種包餡的甜湯圓 大概5顆左右 大概是四分之三碗飯 但是因為它其實有油脂的部分 像芝麻跟花生 其實它就屬於油脂的部分 所以等於是有點像 飯上面再加3小匙的油 豬油飯 上面再淋豬油這樣子 但是抹茶會好一點 抹茶會好一點 因為抹茶它本身 它其實本來就是茶類抹茶的粉 所以基本上像花生或黑芝麻 它是油脂 堅果 熱量一定比較高 妳可能沒有吃過抹茶湯圓 抹茶湯圓裡面還是有包內餡的 對 還是有 這個我還沒有吃到 因為賣到缺貨 但是以油脂比例來講 因為花生芝麻完全是有 就完全 所以其實它就是要加上30的 可是那個芝麻湯圓好好吃 芝麻湯圓這樣破掉都好吃 破掉 然後另外包餡的鹹湯圓 鹹湯圓 不是那種包餡肉的那一種 那大概就是1 2分之1晚飯 但是它大概就是加1茶匙的豬油 跟裡面有豬肉的意思 就三隻的豬肉 其實就是一份的肉類 那我們一天成年大概就是 15分的肉類 大概就在1 5分之1的量了 我覺得大概小湯圓 會比較安全一點 對 管妳的 還是要酌量 對 管妳的 我也覺得一年就這麼一次 沒有啦 因為 一年吃兩次 一裡存在的意義就是說 當我們太over的時候 它幫我們踩煞車 就是不能讓我們汁太過水 對 好 那我們要如何能夠 健康的吃湯圓 其實主要是配料的問題 像剛剛提到的鹹湯圓 它最缺少的就是蔬菜 所以其實蔬菜 像檔額真的可以多加一點 而且它其實很容易就變少少的 所以其實蔬菜量可以多增加 然後第一個 鹹湯圓要把它當成飯來吃 就是把它當成正餐 比如說你今天中午 你吃了可能五顆的鹹湯圓 你就當成一頓飯了 就一頓一餐 你不要再吃飯 又不要再吃肉 不要再吃其他的東西了 一般鹹湯圓都是飯與飯之間的 對 零食 所以才會胖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子 對 然後另外如果說是 像如果是配料甜湯圓的話 現在其實可以用像白木耳 它是蔬菜類的 對 然後如果真的要配甜一點的話 其實建議新鮮的紅豆或是綠豆 其實都可以 還算安全這樣子 就是用所謂的一些 紅豆裡面的甜味 對 然後加一點點的糖 那如果不加糖更好 對 就是等於是說用新鮮的東西 或者是像超藝人 像有一些是超藝人的這一種 那它其實是顴骨類 反而可以補充一點顴骨類 但重點是 每年在元宵節 都會很多老人家或小朋友噎到 所以其實在吃湯圓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不要葫蘆吞藻這樣子 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顆 大概小朋友一次大概吃一顆左右 這樣才不會噎到 了解 所以明天元宵節 我們今天Ben跟小可就要用湯圓來PK 但是都不是普通的湯圓 都是有動過一些手腳的湯圓 來 小可 小小兵 小小兵為大家出菜的是 小小兵為大家出菜的是 這心機好重喔 而且這個是 這是天然的 全部都是用天然的食材 去出這個 我連衣服都搭囉 怎麼能夠不加我一分呢 天啊 Ben 你壓力大嗎 我今天帶來的是 就是一般大家吃到的湯圓 都是有湯的 對 對不對 我今天人是創意的 好不好 厲害了 鯪魚燒烤湯圓 我投你一票我要吃這個 厲害了吧 你這個人 吃完再吃完 不要打到我鏡頭 厲害了吧 重點是這個超有創意的 今天這場比賽 我想要立即答應該是小朋友 來接到四位小朋友 Owen 萱萱 Eric Ella 好有精神喔你們 太棒了 你抱跟小小兵先安靜 好 趕快進入我們今天的明星親子料理PK賽 首先是小可要來幫我們示範這道布丁小湯圓 用的食材有什麼呢 糯米粉150克 嫩豆腐160克 白砂糖2湯匙 南瓜泥20克 還有可可粉1大匙 非常簡單 對 然後我現在就請小朋友來幫我忙 好 要麻煩小幫手幫我拿嫩豆腐 然後南瓜 大大的南瓜 就是我們萬聖節那個南瓜 還有白白像雪一樣的白砂糖 好 GO 三樣OK嗎 加油 嫩豆腐 南瓜還有白砂糖 嫩豆腐就斬得像山椒那個 小小兵最愛吃什麼 小小兵最愛吃什麼 糖在哪裡 對…小小兵最愛吃那裡 好 是不是 糖 對 糖 推車… 然後還有嫩豆腐 對 好 好 豆腐拿出來了 白砂糖 還有南瓜 是 好 那當然我們不能用這一顆南瓜 真的太大了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蒸瓜 你是傻瓜嗎 好 然後現在請Owen幫我拿 這個是糯米粉 對 糯米粉你幫我把它整個倒進來 全部倒進來 好 對… 好 那Ella幫我倒豆腐 豆腐來 妳不用水用豆腐來取代就對了 對 這招厲害 為什麼 沒有 豆腐 豆腐其實就是固態的水 是 豆腐它實際上 這個東西它全部都是水分的 所以它裡面 裡面會含有那個豆腐的香氣 在裡面 那個丸子 然後吃起來口感也會不一樣 你如果全部用水的話 它冷掉 它冷掉的話 因為它保水度喪失 所以冷掉會硬 了解 所以它心機很重 是 其實有香氣對不對 會不會是你教它的 我沒教它甜點 我只教它鹹的 真的… 師傅領進門 修行在個人 好 所以呢 小可今天用了一招 連我們的柯老大都覺得很厲害 就是說 它把原本 大家加在裡面的水 改成了豆腐 對 因為豆腐就當它的水的來源 對 重點還增加豆腐的香氣 對 那小可你接下來就把那個糯米粉跟豆腐 把它和成一個麵團 但是還可以明顯的感覺到就是它的粉還是 一顆一顆的 所以還是可以加一點點水 好 可是如果家裡面有無糖豆漿的話 其實也可以加無糖豆漿進來 因為我覺得那個豆味會更香 了解 對 或者是 就是豆腐的比例變多也OK 好 那你在和那個麵團的同時呢 我們要再考BAN一個題目 我們今天考大家題目是說 湯圓的原料是糯米 糯米能做的糕點很多 下列何者是糯米做成的 A 黑糖糕 B 米血糕 C 蘿蔔糕 一個適用糯米做成的 適用糯米做的 蘿蔔糕是用再來米 對 蘿蔔糕是用再來米 好聰明喔 對 適用糯米 那應該是 米血糕 米血糕 因為米血糕吃起來口感 感覺真的嗎 好像跟糯米比較像 對 而且它好像有一顆一顆 一顆一顆的感覺 有米在裡面 對 有米在裡面 對 好 恭喜阿Ben答對囉 所以米血糕裡面是真的是 用一顆一顆的 那就是糯米對不對 有混合米 但是糯米是 最主要 大宗是糯米 所以意思就是說 那米血糕的熱量也不低囉 其實糯米跟一般的米 熱量差不多 差不了多少 糯米也是喔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重點如果說是在於吃太多 一樣是會過量 其實所有的米的熱量 差不了多少 一兩大卡而已 那糯米 糯米的疑慮是說 它的比較不好消化 糯米除了不好消化之外 它吃完之後 它確實會讓血糖快速的 比較高又下降 所以其實糖量病患者 他其實在吃糯米的時候 其實要多搭一點膳食纖維高的東西 超好吃 豬血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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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血糕 鴨血糕 對 那個不管是吃火鍋 或是在路邊 走到路邊 人家在那邊蒸那個有沒有 沾了花生粉 再來一點香菜 對 好 小可人在幹嘛 我把那個麵糰 就稍微揉的 就是稍微 已經不是那麼的黏 跟粗粉了之後 就是把它分成大概 三分之一 然後剩下的 三分之二呢 我要加入那個 南瓜泥 對 好 請小朋友幫我加南瓜泥 而且在剛才中間我加了砂糖 細砂糖加進去 好的 好的 那南瓜就是蒸熟之後 把它打成南瓜泥 去皮 去皮之後你可以把它壓成南瓜泥 對 換你們捏了 好 小幫手要幫忙 其實這個 許可下次我再教你一招 就是做好的這個麵糰 你就是捏大概就是五分之一 進去水裡面煮 先煮喔 先煮 這我們閩南話叫 就是先煮那一塊原料 然後再把那一塊 煮好的那一塊原料 再混合到你的麵糰裡面去揉 所以你的筋度會特別好 真的啊 先煮就對了 對 先煮一小塊 先煮一小塊 我知道 水煮完了就是要浮起來以後 再把那一塊撈過來 就是那一塊就變得 就很像我們在做酵母 所以就 其實不太會有 我們講雞鐵 對 所以不會有什麼溫度的問題 無所謂對不對 無所謂 就那一塊煮熟以後丟過來 好厲害 對 徐小肯果然是初學者 對 我初學了 初學者 初學 初學者 現在小朋友在幫我捏 就是我們布丁的 黃色的雞蛋布丁的那個上方 對 那現在我要就是處理就是下方的部分 對 然後我們家是可可粉 OK 對 完全沒有再添加團的可可粉 所以這可可粉是黑可可粉 黑可可粉 對 然後它會比較難捏 因為它畢竟還是粉類 對 所以如果真的還是不夠濕的話 還可以是再加一點點水 是 然後反正就是一直捏一直捏 你就捏到它的整個顏色呢 最後會變成是這樣 這樣 有點深咖啡色 對 深灰色 對 最後會變成這樣 這樣子兩團球 深灰色 然後跟 就是布丁的顏色 對 跟布丁的顏色 黃色的 對 好 那現在呢 我們把兩個麵糰已經弄好了 對 就要來把它組合成布丁的樣子 怎麼弄勒 然後很簡單呢 我們就是這樣子搓 好 就是這樣搓成一個長條狀 對 然後把它一個一個這樣拿下來 也可以用刀子切 或者是你拿完之後 就是往下壓一下 對 然後給它塑形 就是一個圓柱體 對 塑形一個圓柱體 然後小朋友其實也可以幫忙 看起來手滿巧的耶 要幫忙 所以你做的真的是小湯圓耶 因為那個照片看起來很大 這是因為Zoon In Zoon In 所以你要做的是一口布丁嗎 對啊 一口布丁 這樣小朋友吃的時候才會 可以多吃幾個 因為有時候布丁 大人都不會讓他吃太多顆 對 但是就是湯圓過節的時候 就可以一人多吃幾顆 這次看起來好療癒喔 對啊 然後這上面呢 我們就可以做這個 要組合囉 布丁的頭 對 布丁頭 好 我覺得這個不錯耶 因為像很多小朋友啊 好可愛喔 這個好可愛喔 療癒的耶 前兩年人家流行那個什麼 貓掌 對 貓掌 也可以 也可以做貓掌 一定要說什麼 對 我說這個啊 因為一般如果在外面 買那種小湯圓啊 你其實很容易買到 真的是色素的湯圓 對 那如果就算他用食用色素 我們還是會擔心小朋友過敏 對 對 或者是有些氣喘 所以其實這樣子把食材 顏色融入進來 然後他剛好用很健康的南瓜 我覺得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會真的健康很多 而且他是用無糖可可粉 對 真的是有在照顧小朋友健康的媽媽 有在照顧小朋友的健康 對啊 那吃了會不會苦啊 原來無糖啊 因為我剛才有加一點那個 他有加一點砂糖 在那個 然後不用擔心 我用黑糖 用黑糖喔 厲害 黑糖 該不會是澎湖的吧 黑糖又很健康耶 我用黑糖 然後加一點點的水 去把它煮成像這樣的 就是有點像焦 對 黑糖漿 然後淋在上面 因為畢竟還是南瓜 有很多小朋友可能會不喜歡 南瓜的那個香氣 我覺得倒還好 但我覺得你用黑糖 這招很絕 這個應該是小朋友最愛 對 而且重點是黑糖 在所有的糖類裡面算是比較 它算是最不精緻的 對 最不精緻的 對 然後裡面的維生素 跟礦物質是最多 果然很有健康概念 對啊 所以呢 我們蒸完之後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的 一顆一顆一顆的 好可愛喔 這個超可愛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淋在上面 淋上去對不對 對 這我好像直接淋上去 對 哇 它把那個糖漿淋上去之後 顏色超美的 小心 小心 怎麼樣 老實說 超好吃 真的假的 超好吃 超好吃 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小可可取的點 是因為他知道 照顧小朋友的健康 再來 我覺得小朋友如果吃太甜 可能對身體不好 他那個黑糖糖水調的不甜 然後剛剛好 有黑糖的香氣甜而不膩 那小朋友吃一點甜 非常好吃 但是呢 畢竟我是個閒食人 待會我會把票給阿Ben 不知道來看一下Ben的料理 好 接下來換Ben 今天要幫我們做的這個是 章魚燒烤湯圓 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包括了有鮮肉湯圓 六個 蘋果半顆 起司絲適量 美乃滋適量 柴魚片適量 玉米粉 洋蔥半顆 烏醋一匙 番茄醬一匙 醬油兩匙 味淋一匙還有糖 半匙 感覺很費工耶 對 因為像一般的豬排醬 其實我們到超市去 其實都還買得到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自己做 因為加一些什麼東西 你自己最知道這樣子 沒錯 對 請小防守幫我拿 湯圓 還有 可以嗎 好 出發 一人拿一個 請小防守幫我拿 湯圓 還有 蘋果 還有 洋蔥 可以嗎 好 出發 一人拿一個 湯圓 蘋果 一人拿一個 上面 放到車子裡面 湯圓 蘋果 放在車子裡面 洋蔥 掃蘋果 最下面那一排 蘋果 最下面那一排的蘋果 蘋果 有了 好 洋蔥 在下面 洋蔥有拿了嗎 洋蔥 洋蔥在最上面嗎 洋蔥最上面 對 跟叔叔叔沒有賣洋蔥 好 一起拿過來 好 拿回來 團結力量大 好 蘋果 好 洋蔥 還有 湯圓 OK 對啦 怎麼做呢 我們就先來做醬汁的部分 醬汁部分我們用洋蔥的話呢 就在切半顆 切半顆左右 對 然後就把它放到 先放到調理器裡面去 半顆 然後蘋果也是削完皮之後 大概半顆的量 差不多 然後一樣把它放進去 是 那之後呢 我們要把它打成泥 好 我幫你打 好 好 應該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倒出來 對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做醬汁的部分 好 好 先從番茄好了 番茄醬 對 番茄醬 兩湯匙 好的 那這時候火喔 就開小火 因為不要讓它焦掉 了解 然後醬油 一大湯匙 對 一大湯匙 一大湯匙 旁邊的是酥醋 酥醋 在酥醋的時候 其實跟番茄醬酥 好像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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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這個是什麼 味霖 味霖 味霖也是一大湯匙 然後咧 然後這什麼 油 油 橄欖油 好的 然後再來放糖 然後這個時候開小火 讓它煮 對 然後糖也是 大概放半匙 對 對 不要太甜 小朋友喜歡酸酸甜甜的味道 對 自製豬排醬 其實滿健康的 對 好 這樣煮一煮 煮一煮之後呢 等到它整個融合了 糖也融化了之後 對 我們再放 這個 太白粉水 勾芡一下 讓它變狗狗的 對 讓它變狗狗 但是你不要一次加 一次全部把它倒進去 它會變一坨 對 它會變成蚵仔煎 對 蚵仔煎 它會變成蚵仔煎 對 好不好 慢慢慢慢的加 慢慢加慢慢加 然後一邊大碗攪拌攪拌這樣子 然後等到它 你覺得濃稠度大概 跟我們大概一般吃的 那個豬排醬的濃稠度 差不多的時候 它就已經完成了 就不要再加它了 那如果勾芡的東西的話 譬如說有太白粉可以選擇 還有別的可以選擇 地瓜粉 地瓜粉 糯米粉 對 都可以 那哪一個比較健康啊 一般來講如果說 我們太白粉 光太白粉就有幾種材料 譬如說馬鈴薯 純馬鈴薯澱粉 對 就是我們所謂的日本太白粉 純馬鈴薯澱粉 另外還有一個素薯粉 加馬鈴薯澱粉 就是所謂的台灣的太白粉 還有泰國的太白粉 但是泰國的太白粉的話 冷的會化水 對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你是要變 它濃稠要持續很長的話 一般我們建議是說 你用地瓜粉 或者用糯米粉來切 了解 昨天其實我覺得最好 昨天晚上是剩下你的飯 飯啊 對 飯其實也可以 可以拿來勾芡 勾芡 然後另外如果說真的要用粉 我覺得蓮藕粉是最好選 對 蓮藕粉 對 蓮藕粉 我們台南白河蓮藕粉 很好吃 很好吃 就買蓮藕粉就對了 然後這個醬汁 我建議大家是弄起來之後 最好是放一段時間 不要馬上用 因為它洋蔥還是有一點香辣的味道 對 讓它稍微散掉 對 讓它稍微散掉 然後自然發酵一下 對 我來聞聞看 這個味道就正點了 沾一下 你正點 你要吃吃看 味道好吃 他們不行 不可以這樣而已 我們試試看而已 試試看而已 你每一個人都吃過一隻 好不好吃 我們所有時候都要怎麼做料理 好吃對不對 對 超正點的 好了 這個時候醬汁的部分 我們就完成了 有家裡的味道 對 再來 這個湯圓我們就把它 先烤盤把它拿出來對不對 對 烤盤拿出來之後 在上面刷點油 刷油然後把湯圓 好漂亮 燙完之後然後放在上面 對 放在上面之後我會撒起司 把這個起司粉這樣灑在上面 對 然後之後就拿到烤箱裡面去烤 是 對 用220度 然後大概烤10分鐘 烤10分鐘烤出來之後 就會像這個樣子 不是 我有疑問是說 你這個湯圓是用有內餡的那種湯圓 都可以 都行 可是這個小湯圓可能就不太適合了 應該要大的 對 應該要大的 大的才會像章魚燒的那種 鮮肉湯圓那種 對 鮮肉湯圓那種 對 鮮肉湯圓那種 然後之後它烤出來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擠一些梅乃滋上去 用鮮肉湯圓上面起司 然後烤完之後再擠梅乃滋 對 擠上梅乃滋之後 因為它還是燙的狀態嘛 對 燙的狀態 然後你再撒上那個柴魚粉上去 柴魚會跳舞 它就會跳舞 對 柴魚會跳舞 對 燙之後它會跳舞 跳一陣子而已 好 什麼叫跳一陣子 你不是一隻跳 是 撒上柴魚片之後呢 柴魚就會跳舞了對不對 對 好 既然提到了柴魚會跳舞 我們就出給大家一個柴魚題 小可 許可你玩太開心了 我們來回答柴魚題好嗎 柴魚片是日本料理常用的食材 但是柴魚 其實指的是 A 柴魚片是日本料理常用的食材 但是柴魚其實指的是 A 品種 B 外型 C 味道 請回答 A 你們喜歡A啊 A 都喜歡A是不是 好 你就選擇A 因為我們C 加密啦 A還是C C C喔 我覺得是A 真的喔 這題答案是什麼 外型 真的嗎 柴魚是鮮魚 對 恭喜小可答錯了 沒關係 我們就是要長知識啊 柴魚 柴魚並不是品種 柴魚不是品種喔 柴魚只是它的外型 原因是因為 我知道是因為我那時候去日本 然後去了那個魚港的時候 其實它有很多很多家在賣柴魚片 可是它有用鮮魚 有用各種不同的魚 做出來的那樣子的形狀 魚乾 它長得很像木頭 木頭 它就是它整個 煙燻 整個煙燻起來變成木頭 像木頭一樣 大部分都會用 80%都會用鮮魚去煙燻 然後變成木頭 那它就是用刨的 對 所以其實它有點長得像那個柴 就是木柴的樣子 所以它是 我覺得如果大家去日本玩 可以去看看 這個柴魚博物館還滿好玩的 很好玩 因為我那天在看到的時候 我整個傻眼 那個師傅是拿了一整塊像木頭的東西 然後一直跑 一直跑 然後整間店都是那麼像 而且是一根是真的很硬 對 跟木頭一樣硬 超硬 你要多少它可以現跑給你 所以很酷 所以柴魚其實指的是外型 大家上到一課了 上到一課了 OK 那現在Ben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就已經完成了 完成了 就把它放進烤箱去之後 然後出來 然後做我剛剛擠上美乃滋 然後放上柴魚片 是 這樣的動作就完成了 了解 好 那這道料理呢 它熱量高不高呢 適不適合小朋友吃 有沒有營養成分呢 其實這道料理熱量 真的是有一點高 因為它剛開始就加了 起司的部分了 然後 然後另外美乃滋 其實也是 真的熱量比較高的 但是它醬料有個好處 就是它自己調 說實在的 它自己調豬排醬 另外就是說 因為它是做鹹的湯圓 所以基本上來講 裡面是豬肉餡 對 裡面是豬肉餡 所以其實如果你吃這一道 其實還是要準備一道青菜 來講會比較好一點 那接著下來呢 我相信今天 最開心的應該就是 我們的柯老大 因為今天我們留給你的食材 很多呢 今天多了一些些 是不是 多了一些些對不對 你要用剩餘的食材 幫我們變什麼料理 那我們做一個湯 我做一個南瓜濃湯 南瓜濃湯 南瓜濃湯 南瓜濃湯其實有很多做法 但柯老大做 大家真的要學一學 來看一下 好 今天柯老大要幫我們示範 他的版本 聽說是非常健康的南瓜濃湯 對… 一般來講我們所喝的濃湯 如果正常版的濃湯 它是靠馬鈴薯澱粉去糊化的 對 但是它不會稠 對 不會黏黏的 對…但是現在我們在外面吃的濃湯 都是那種黏黏糕糕的那一種 它就是用什麼 奶油 而且油的量要跟那個粉的量 是一樣的 那個好恐怖喔 對 那因為今天 許可他剛剛有南瓜嘛 對 所以我先把這個南瓜泥 就是許可剩下的南瓜泥 我們就把它全部加進來 那裡面 鍋子裡面是什麼咧 我要加一點鮮奶進去 OK 就是用這個 直接用鮮奶煮 對…因為其實它也是澱粉 對 而且它是可以當 營養師就知道 這個南瓜是可以當主食的 沒有 它本來就是主食 對啊… 然後再把鮮奶加進去 再加鮮奶 這個我要學 因為這是健康版的 然後我這個鮮奶 如果說你有人 不喜歡那麼濃郁的話 對 如果你不喜歡那麼濃郁的話 我建議就是說 你加一半的雞高湯 或者水 然後 聽起來就好 然後還要記得一點就是說 對 我們用這個 顏色是自然顏色 對 如果你希望南瓜顏色 更漂亮一點的話 怎麼做呢 你把它加一點紅蘿蔔 用油稍微炒一下的紅蘿蔔 紅蘿蔔的顏色進去的話 它就會變成絕 而且重點是紅蘿蔔 對… 對… 那你也可以加一點洋蔥進來 都可以 但是因為今天洋蔥 被阿斌給他用完了 是… 他跟蘋果就把我用完了 對 所以你看 你看它這樣的顏色 自然耶 自然的黃色 漂亮 我們就這樣 去把它煮開就好 然後因為做濃湯 所以我們要打一點雞蛋 對… 南瓜濃湯裡面加雞蛋 我們濃湯裡面不是都 像玉米濃湯裡面會加點 是… 加點雞蛋嘛 但如果是西式的南瓜濃湯 是不會加蛋的吧 不會加蛋 對… 他們會加其他東西 是… 所以我們準備一些蛋在這邊 你看這個連油都不用加 對 所以這個是健康版的 超大的 7號版 因為牛奶 雞蛋本身就有油脂 它就其實在外外再加油 是 所以雞蛋 對 好 雞蛋先把它打起來 這個就可以把它變蛋化了 就可以挑起來 這個很厲害 對 突然覺得你們兩個料理 我覺得還好 對 沒有關係啊 人家是專業廚師 跟你們PK 會不會太大才小 對啊 我剛剛營養師有講過 因為過節我們還是要吃湯圓 吃點湯圓 對 因為這裡面蛋白質很多 澱粉也夠了 所以但是應景我們燙 該不會是 南瓜濃湯湯圓吧 是啊 南瓜濃湯圓 這個我今年元宵節 我們明天就要來煮一樣 這太有助力了 這有助力 而且我跟你講 小孩子不會拒絕這種奶味 你知道嗎 對 而且這個是自然的那個 那個澱粉的芡 它就沒有其他的芡 它就沒有加糖 而且重點是通常我們 南瓜 你知道南瓜已經比糖還要甜了 台灣的那個農業技術太棒了 我們那個種的很多蔬菜水果 都很棒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通常那種紅白小湯圓 全部都是落來做甜的 對 今天我們的科老大不一樣 他把那個南瓜濃湯 雖然是有點甜 他現在要加一點點鹽巴進去 對 因為畢竟它是鹹的湯 我們加點鹽 重點是他還有蛋 天啊 我期待這個 我好期待喔 有點中西合併 然後小湯圓這樣子 這是你自己想的對不對 發想的 他是剩下食材 沒有啊 因為都是他們 剩下食材 剩下食材 我來這邊最大的目的 就是把他們剩下食材拿來 還可以再做一道菜 我們不能浪費食物 所以我們要把食材都用完 對 然後 大人的話胡椒粉多一點 這個厲害 濃湯胡椒粉非常重要 我讓它稍微滾一下 因為你一定要滾那個蛋 才有辦法打得進去 稍微把它蓋一下 讓它滾一下 好了嗎 滾了 滾了 看起來超像玉米濃湯的 你看 它那個黃色也是自然的 對 它那個紅色 它紅色的湯好像當成是火腿 對 以為是玉米濃湯裡面加火腿 好 最後 然後這個雞蛋 對 我們把它淋上去 順著筷子這樣淋上去 這個好療癒… 對 只有南瓜跟牛奶 所以你在外面吃 有可能這個時候 它會丟一大塊奶油進去 不要… 要不然就是加鮮奶油進去 鮮奶油 對… 勾芡這樣子 對 要不然有一些 最討厭勾芡 不要勾芡 所以你看我們講話過程 講完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關掉 對 完成了 這個蛋花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稍微給它拌一下 這個蛋花 這個蛋花好漂亮 來…上菜… 蛋花你丟進去的時候 先不要給它攪動 讓它浮起來以後 我們再來攪 稍微浮起來之後再攪對不對 好香喔 對… 超香的 超香的 而且我覺得你那個胡椒那味 真的是加得非常漂亮 我們大人吃的話 我跟你講真的要一點胡椒 真的要一點胡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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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你看到湯圓是驚喜的 好妙喔 真的嗎 它南瓜的香氣好… 好香 因為我放那個南瓜 是半顆的南瓜 所以你現在吃的甜 都是南瓜的甜給它的 真的都是鹹鹹甜甜的感覺 甜到不行 甜到不行 而且它好新鮮感 而且它的甜 不是加任何什麼糖 也都有的沒的甜 它是南瓜自然的甜味 對 如果今天那個紅蘿蔔 再加一點進去的話 它顏色會更橘更好看 我覺得不用 不用 這樣就可以 完全完美 而且鮮奶那個香氣 全部都被煮出來了 超過鮮奶油 超過鮮奶油 因為我覺得柯老大 這道料理厲害的點 是因為它把中西合併之後 它中間加了一個 畫龍點睛的胡椒粉下去 它整個味道整個都煮出來 胡椒粉一定要 超好吃 我們吃完了柯老大的料理之後 算了啦 怎樣 算了啦 我們就到這邊就好了 完美的Ending 我們這個節目 做到人家夫妻似的 你們開心了吧 我們就是要做人家夫妻似合 我們就來看看 阿伯今天的燒烤湯圓 以及小可的布丁小湯圓 到底誰會獲勝呢 Yeah 這一集實在是太精采了 我們剛剛吃完不知道 這麼好吃的那個 南瓜龍湯 南瓜龍湯 就應該停留在最美好的一刻 不會… 我們停留最美好的一刻 就看你們兩個吵架 真的 而且重點是我們今天 我們已經把票數加進來了 Ben跟小可的兒子 怎麼樣都有輸贏 白開水是最後一票 所以怎麼樣都會分出個勝負 絕對不會有平手的狀態 OK 那就先吃盤子裡面的這個 先吃盤子的 看起來還好 沒有很好吃的東西 先吃盤子的 盤子裡面的 盤子裡面的 也口感不優 很好吃 試試看 好吃嗎 好吃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大聲一點 還好 超好吃 大哥 我想不到妳的尾巴 好可愛喔 吃完鹹的之後 接下來吃 清乾淨 對 不要留那些材料 要不要漱口 不要影響到我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就要吃 碗裡面的 甜的好不好 甜的 布丁 就還好的那一個 布丁 還好的 布丁 黑糖布丁 黑糖布丁 好吃嗎 好吃嗎 黑糖布丁 多好吃 黑糖 黑糖 小朋友好有同才壓力 你知道嗎 一直說好吃 結果全世界人都說好吃 我覺得只是單純 可能他們只是想喊而已 想要發現一下 兩道都瞬間掃光了 一下都吃完了 我覺得今天這個料理很完美 因為先來一個鹹的 再來一個甜的 再來一個甜的 對不對 好 我們先來 請乙里方跟柯老大 先來預測一下 今天誰會勝出 我為了嗎 好緊張 好緊張 當然 你不要跟你們兩個 你們一來一個 我不會理他們的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應該是布丁會贏 覺得就是說 應該是布丁會贏 你很煩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阿Ben的那個鹹的 我擔心它冷了以後變硬 對 因為小朋友在吃的時候 是涼的 對 是涼掉的 涼的因為我擔心那個 起司變硬掉 但是它裡面又有肉餡 上面又有沙拉醬 所以很難 但是我比較會偏向於 許可會贏 好 那乙里呢 我覺得那個阿Ben這一道 我說實在 你不要這樣比我 我還是會覺得你的好吃 對 他說實在 它雖然涼歸涼 但是它有肉丸的味道 就是有種 髒話肉丸感覺 對 因為它那個醬 調得鹹鹹甜甜 反而不像豬排醬 像那個肉丸上面的醬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還滿好吃的 對 然後味道也夠 對 如果喜歡鹹食的小朋友 我覺得他會得票 然後另外甜的部分 我覺得那個黑糖的層次感 小朋友有可能他 吃不出來 可能沒有像我們大人 這樣子吃得出來 可是我覺得小可那道很好吃 那小可那道非常好吃 是我們女生 如果想要吃甜食 我覺得可以這樣做 因為它熱量會比較低 但是你投Ban 我投兩個會平手 讓他們兩個去吃 哪有平手 沒有平手 沒有平手 現在就五個人 不要在那邊當好人 我覺得Ban的好吃 所以就各自一票囉 因為它真的鹹鹹的很好吃 我個人是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我非常愛小可那道 但是 但是 我覺得小朋友吃不出層次感 小朋友吃不出細膩感 他小朋友只會被濃濃的起司味 對 跟那個 跟美乃滋的味道蒙蔽 不… 現在它那盤起司 只是硬起司 硬起司 硬起司 完全 然後柴魚是不會動的柴魚 這樣它有美乃滋整個就是很滑 好 都不健康 美乃滋 我覺得這起來好刺激 你看 還在掃盤子 你看多好吃 你看還一直在狂掃盤子 好 接下來 我們就要馬上來投票 首先Owen 好 Owen 一個是布丁 一個是 一個是章魚燒 好不好 一個是甜的 一個是鹹的 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請投票 章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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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啦 阿姨力慣力都會擁抱 這次沒有擁抱 這是送你一下 賄賂 你怎麼說動的 不要賄賂小孩啦 不要賄賂啦 不能不能 不行 不可以 不可以 阿姨不給你吃的嗎 沒有 不能吃 來 快萱萱 萱萱 阿姨做布丁囉 萱萱 妳剛剛有幫我 一個是布丁喔 一個是章魚燒喔 好 請投票 萱萱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你吃的出來層次嗎 層次 層次 你懂什麼叫層次嗎 他懂 我從眼前看出來要懂 Eric 我的鐵粉 Eric 到底鐵粉會不會投你 我可不知道 因為現在就是食物的大對決 章魚燒跟布丁喔 好 請投票 知道該怎麼做了 Eric 我的天啊 他在哪裡 Eric 不好意思經過 我要給我的鐵粉擁抱 鐵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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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嗨 你是不是出來層次喔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來換Ella 換Ella 走過去的時候再決定 怎麼辦 我覺得你們家廚房會掀起大戰 不會大戰 從這一刻就開始就寧定啦 有誰就不能進廚房 好 Ella妳決定了嗎 決定了 一個甜的一個鹹的喔 好 請投票 Ella Ella 殺 Ella 這是個好孩子 最後 最後 到底 親情啦 我跟你講 會不會贏得一票親情票呢 對 他這一票比其他四票都重要 真的喔 你這樣是看不起其他小朋友的票嗎 沒有... 不是... 是他喔 你不要挑剝 沒有... 重點是因為 平常他那麼會煮吃的 對啊 他如果連自己兒子的胃都抓不住 他要抓住誰的胃呢 是不是 來 水水來 跟著你的意 你想要選布丁 水水 我要選布丁 先不要看爸爸媽媽好不好 還是布丁 我沒有 先不要管他們 好 爸爸做的是章魚燒 媽媽做的是布丁 布丁 你現在很重要喔 你要選你覺得好吃的 而不是你要支持媽媽 還是你要支持爸爸 選好吃的喔 你覺得好吃嗎 兩個都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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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吃喔 好...那你幫我投票好不好 GO 好 親情票 親情票 我愛你 水水... 水水你告訴大家 水水你告訴我 水水等一下不好意思 我好愛你 水水 我好愛你 不能這樣啦 等一下 水水... 你為什麼投那邊 走 爸爸帶你買玩具 走 哪有這種事啦 快點啦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覺得爸爸很可憐嗎 為什麼 爸爸還好吃 你覺得爸爸比較好吃嗎 真的嗎 你覺得媽媽的呢 你看媽媽 嗯 你覺得媽媽做得好不好吃 一點點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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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做的就是甜的 你知道嗎 那你喜歡吃甜的嗎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 只是在下面會... 不會有一點點 太甜了 你覺得媽媽的太甜了 對不對 就跟上次那個夾口叔叔 夾口必須一樣 多餘 多餘 還倒打人家一槍幹嘛 為什麼最後還要 我都提到夾口的時候 對啊 你已經贏了 你幹嘛 對 你已經贏了 你還要把夾口脫下水 真的很壞心耶 你有錯 好 那我只能 從現在正式的宣布 小可他們白宮家的 廚房就正式歸小可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這集 讓你們呼吸兩次的事情 都自己試一下去解決 好 謝謝客老大 謝謝伊麗 謝謝小朋友 就是娛樂下次見囉 拜拜